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创造这历史 这和这样讲呢 因为美军进驻之后 迈克阿瑟对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 虽然保留了天皇 但天皇被拉下了神态 之后的日本人不但不必像现在这样 毕恭毕敬地把他的话当成天神之音 如果不爽 还可以吐槽他 因为他不就是个也会犯大错误的人吗 不过 此时他你的痛苦肯定也是真实的 只是到底有多痛苦 就难说了 毕竟我们知道 日本投降当天 有人猛哭 有人常规 但是 没有多少人欺负 日本郡台大学教授辅警深一代 重读日本战后使李写道 提到8月15日 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回忆道 虽然那一天酷暑难耐 却是晴空万里 这是8月16日的东京大学 虽然黑板上写着什么国企护持 但更多的想表现 要为新日本的建设而出力 看着这些兴高采烈的年轻人 你很难想象 这是投降后的第二天 本文照片 来源网络 若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